學童及家長下課過馬路 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副佑隊員警們 配合學校志工立刻協助交通指揮 緊盯學童過馬路的安全 同時宣導汽機車 禮讓學童和行人先行過馬路 警方也拿著手板在路口宣導 教育學童們行人友善的正確觀念 由於推動行人友善政策 是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 當然也包括對學童安全 過馬路上下學的重視 因此在暑假結束後開學第一天 基隆市議會教育小組召集人 張耿惠議員 特地在七堵區七堵國小 關心視察 肯定由警察局第三分局 和警察局副佑隊執行的 行人友善互同專案的實施 不管是來這邊協助行人改善 還是我們互同專案計畫也好 都非常認真的在執行 我想尤其行人改善 這個讓我們小朋友 從小養成一個遵守交通規則非常好 從小讓他們養成七冠 那以後長大的話 我看也一定會好好的遵守這個交通規則 我想對於我們這個 謝市長的整個正面在推廠這個專案的話 我想正面性非常好 也希望我們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來響應 也一起來支持這個方案 副佑隊隊長吳靖怡和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長許耀斌表示 警察局長張樹德非常重視市長謝國良推動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專案 因此特別指示警察局各單位務必做好現場執行維護 以及宣導的工作也由衷感謝市議會議員們的支持 因為我們是要落實推動這個 謝市長的行人友善這個政策 那互同專案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今天看到三分局這邊很認真的執行 然後副佑隊這邊也會來督導辦理 互同勤怒是本分局的重點勤怒 那我們在開學以後在學校的一個上學還有放學時段 我們都會派遣同仁來做個交通輸導 那也讓學童快樂的上學平安的返家 謝謝 企圖國小校長林志彥也認為 行人友善及互同專案是一項好的政策 讓小朋友潛移默化 從小扎根 學習里浪行人優先的正確交通觀念 警察單位 他們每天都會在路口來協助 那這個家長們都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欣賞這樣的一個制度 因為學生最重要就是安全 那接下來我們在學校的課程裡面呢 也會把交通安全這一塊再更加的落實 讓小朋友在交通安全的意識這一塊能更加的提升 基隆市議會教育小組召集人張梗輝強調 市議會一向非常關心重視各級學校 各項教育及校園安全等問題 對於警察局認真執行行人友善 及互同專案政策的推動 給予高度肯定和感謝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mainten早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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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